- 局勢升級,俄羅斯放狠話,挑釁不弱,習近平面識難看,馬雲的基金籌資難,評論指,黨媒用歷史垃圾大洗腦,中國人小心啦,人民銀行加碼維穩。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張欣,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13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針對俄羅斯近日對烏克蘭的導彈攻擊,七國集團領袖在聯合聲明中承諾,將提供烏克蘭所需援助,維護其主權和領土完整。 而俄羅斯就不斷放狠話進行威脅,矛頭直接指向美國和北約。 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安東諾夫12日對記者說,西方對烏克蘭的更多幫助,增加了更廣泛戰爭的風險。 這種援助以及為基庫提供情報、教官和作戰指南,會導致局勢進一步升級, 並增加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發生衝突的風險。 七國集團在11日會後聲明中承諾,無論需要多長時間, 都將繼續對烏克蘭提供財政、軍事等援助。 當日,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李亞布科夫向美國和西方國家警告稱, 希望其意識到局勢沒有節制升級的危險。 俄羅斯還威脅警告七國集團,不要派出國際觀察員。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12日報導,對於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11日呼籲七國集團向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邊境, 部署國際觀察員,以監督安全局勢一事。 莫斯科一位消息人士說,已經參與俄烏衝突的G7國家, 向基庫提供武器、情報、作戰指導,並訓練烏克蘭武裝分子。 如果他們對顯觀察員做出積極回應,這樣最終將坐實他們在衝突一方的身份, 並使所謂的觀察員成為合法的軍事目標。 俄聯邦安全委員會副主席梅德·韋傑夫還威脅, 繼續向基庫交付遠程多管火箭炮, 是將烏克蘭衝突升級為不可逆轉的世界大戰後果的最快方式。 俄羅斯當局不斷威脅,是與國內升級的輿論壓力密切相關。 在戰場上遭遇了幾週的挫折後, 俄羅斯國內那些支持普京的人開始對這場戰爭持續批評。 國家電視台的評論員要求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而北約也不是約。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週二宣布, 一連一度的堅定政五核武力演習將在下週預期舉行。 這項演習是在俄羅斯今年2月入侵烏克蘭之前就已經定好的年度計劃。 一名北約官員說,演習的主要部分 會在距離俄羅斯600英里外的地方舉行, 斯托爾滕貝格強調,如果現在因為俄羅斯發動的戰爭 而取消歷行的軍演, 這將是一個非常錯誤的信號。 北約將持續力挺勇敢的烏克蘭人民對抗俄羅斯的侵略, 直到戰爭結束為止。 就日俄羅斯自戰爭開始以來,對烏克蘭的城市進行了最大規模的空襲, 已報復克里米亞一座戰略大橋被襲擊事件。 普京威脅說,如果烏克蘭襲擊俄羅斯領土,將發動更多襲擊。 美國總統拜登在CNN10月11日播出的專訪中表示, 普京就侵佔烏克蘭作出嚴重誤判它犯了戰爭罪。 CNN主持人提問, 美國和北約的紅線是什麼? 如果普京真的使用戰術核武器或者轟炸烏克蘭核電站等類似事實, 五角大樓將作出何種反應呢? 拜登表示,五角大樓已經在做準備了。 白宮表示,拜登已經告訴澤連斯基, 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先進的防空系統, 就三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烏克蘭國防聯絡小組會議上,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將與近50個國家的國防部長討論細節。 億萬富豪馬雲共同創立的私募股權公司面臨一個新問題, 中國投資者因為擔心站錯隊,不敢投錢。 美國信息網站近日引述三位聽取雲峰基金公司經理 和投資者情況的知情人士的消息稱, 這家馬雲在2010年共同創立的私募股權公司 現在很難從國內投資者那裡籌集資金。 國內投資者擔心,支持馬雲旗下的私募公司會有政治風險, 甚至有人懷疑公司的長期生存能力。 據大陸媒體報導,雲峰基金是中國最重要的科技投資基金之一, 幾乎投資了所有中國成熟的初創企業,管理資產超過100億美元。 馬雲是高科技公司阿里巴巴的創始人, 螞蟻集團是阿里巴巴的金融技術子公司。 在2020年,北京當局取消了螞蟻集團370億美元的海外首次公開募股。 北京還對阿里巴巴處以28億美元的反壟斷罰款。 之後,一向高調行事的馬雲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 信息網站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 國有投資者是中國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領域的最大資金來源。 這些機構對支持任何可能與習近平站錯邊的人都持謹慎態度。 但是一些非政府投資者也不願與雲峰合作, 因為他們擔心如果公司被認為是馬雲的盟友就很難吸引到客戶。 雲峰過去強調與馬雲的密切關係, 直至2019年底,公司的官方網站在主頁上突然顯示了馬雲的相片和簡介。 但是現在,雲峰從新設計的網站沒有提到馬雲。 馬雲與中共江派關係密切。 《紐約時報》2014年7月陳漢文說, 阿里巴巴的投資公司擁有深厚政治背景, 包括鑑魚資本、中信資本等。 鑑魚資本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孫江志成 2010年成立的,從事私募投資業務。 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12日在北京結束, 並發表會議公告。 公告中說, 全會決定中共二十大10月16日在北京召開。 在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的前夕, 央視推出歌頌習近平政績的大型專題片《領航》系列。 內容聚焦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 在所謂的新時代走過的非凡壯闊歷程。 分析指,中共以武牌可打,黨媒用歷史垃圾和民眾大洗腦。 資深評論人士迎天恒表示, 這是中共的一貫做法。 每當要塑造某個形象, 或者接下來要有重大舉動, 宣傳某個人的公職, 共產黨公職時, 就用這種形式包裝成一個偉人。 但前幾屆中共領導人, 已很少有這樣的做法。 他向希望之聲分析, 這一次的做法,包括文字的文法、語調, 全部都令人直接想到文革的復活。 好像當年吹捧毛澤東是一樣的。 現在吹捧習近平不易領航人 一些被視為個人崇拜的詞語。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這些東西已經成為歷史垃圾了, 竟然由堂而皇之的登上了央視大片。 這樣說明, 中共從十當年的意識形態, 除了這樣,沒有其他的牌可打了。 報導說, 首習掌陀遠航, 歌頌習近平在一次次風高浪急, 甚至是驚濤海浪的鬥爭中發揮了關鍵和核心作用。 加拿大時事評論人士勝雪指出, 人們一定要記得, 中共是整體的獨裁專制部政體系, 無論江澤民、胡錦濤還是現在的習近平, 其實他們的性質都一樣。 這些媒體的存在就是為了歌頌他們。 任何一屆領導人, 沒有一個不是偉大、光榮、所謂的天才。 例如毛澤東時期所做的絕大多數的所謂的國策決定, 什麼合作化運動, 大煉降、大躍進, 後來看到全部是災難。 後世可以回過頭來看的時候, 哦, 講他統治時期可能造成中國幾千萬人的死亡。 但是在當時,所有媒體的刊物, 任何一個新聞訊息, 大家能夠看得到、讀得到、聽得到的, 全部是歌頌他的,是嗎? 報導中提到的美中貿易談判, 香港問題、清零政策, 引發輿論批評習近平誤判, 出意反意,拉開美中持久對抗的罪魔。 堅決清零不動搖, 更是習近平自下最殘酷的政策之一, 人道災難遠超過疫情帶來的問題。 成說向希望之聲分析, 當年中國百姓體毛澤東肯定和今天看習近平不一樣。 因為現代有互聯網, 有很多方式可以獲得資訊, 中共用盡一切手段也難以阻斷。 今天的習近平, 民間對他是有一個更客觀的看法的, 很多百姓用各種各樣生動的描述, 去反映他的這種混、橫、狠、蠢性格特徵。 還繼續用傳統的、 全面獨裁壟斷的黨媒和他歌功仲德, 這樣只能讓他成為一個更大的笑話。 迎天恒分析, 中共和習近平的做法與世界背道而馳, 路走到盡頭了, 只能去維護他的權力, 必然走向政治極權模式, 或者說擺出那套最邪惡的做法, 只能與世界上更多的對立或是格格不入。 也就是, 他是自著於人、自著於人類。 那麼他的下場當然可想而知了。 10月10日, 中國人民銀行徵訊管理局發布 《建設覆蓋全社會的徵訊體系》的文章, 稱將為每一個經濟主體建立信用檔案。 中國的徵訊系統表面與西方金融信用評級系統相類似, 但實際上一直被外界批評是變相的維穩系統。 個人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敏感言論等都可能被扣分, 甚至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據中共官媒透露, 中國信用體系評分時, 將綜合個人商業活動、社會行為、行政事務和司法紀律四大領域。 人民銀行的文章指出, 直至8月底,個人徵訊系統接入金融機構4081家, 收錄11.5億自然人信息。 企業徵訊系統接入金融機構3811家, 收錄9874.6萬戶企業, 和其他組織信息, 向央行徵訊系統查詢信用報告, 已經成為金融機構信貸業務的必要環節。 未來,人民銀行將推動不同領域、 不同平台的個人和企業信用信息共享應用, 不同徵訊系統互聯互通, 為每一個經濟主體建立信用檔案。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新聞播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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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社會 Hadrian 新聞播報表 報告